张继科的赌博事件,让不少网友开始关注娱乐圈,究竟还隐藏着多少赌徒,这么一查不要紧,原来赌博只是他们的消遣方式之一,还有不少明星沉迷于投资虚拟货币,结果一招爆雷,损失惨重,林俊杰便是其中之一。 下面小鱼,就给你88林俊杰虚拟赌博事件,以及支撑林天王赌博的百亿身价。 最近有媒体称,因为虚拟货币价格下跌,全球最大的元宇宙地产销售平台的成交价中位数下跌90%,而早前林俊杰购买的三块虚拟地产价值暴跌。 原本林俊杰以12、3万美元,约84、6万人民币购置了三块虚拟地产,暴跌到价值仅为1万美元,约7万人民币,浮亏91%,确实可以称得上是血本无归。 此事一出顿时引起不少网友热议,大家好奇林俊杰如此大张旗鼓地开演唱会,莫非就是因为投资缺钱了,想靠着演唱会捞一把,面对种种非议,林俊杰方反应也很快,本人亲自下场回应,还玩了个梗,算是将此事的负面影响降到了最低。 其实,不仅是虚拟货币,之前还有人扒出林俊杰赌博,不是空穴来风,而是实实在在拍到他坐在赌桌旁边下注,就算想洗都没有洗的余地。 其实,关于这个事,之前也说过好几次了,圈内的这些人都是一丘之和,属于钱多又无聊的主,闲来无事就喜欢下场玩几把,都是澳门和拉斯维加斯的常客,一晚上输进去几百上千万也都是常识,就当是打个水漂厅的乐子。 其中玩到兴透上闹出事的也不少,某位八十五花还和她丈夫在赌场一晚上就挥霍了七位数,这位姐夫一时兴起赌红了眼,最后还得老婆出面帮忙还赌债,也幸亏她妻子是有点点爱恼在身上的,不然早就一脚踹了她了。 林俊杰也一样,只不过她入圈多年,见多识广,凡事都有分寸,不会像张继科那样赌到倾家荡产。 唯一现在还执着于这个瓜的,就是周杰伦和林俊杰的粉丝,周杰伦前几天也被扒过,疑似自己亲口承认自己喜欢赌博,但架不住粉丝不信,林俊杰粉丝也一样。 非说照片是AI换头合成的,两家互相辱骂对方背后捣鬼,想要借此机会来给自己洗白。 其实这就大可不必了,这两位都不是傻好东西。 赌场也出入,虚拟货币也一起玩,当然也一起亏钱,而且两人私交这么多年也不错,只有粉丝让自己的偶像与全世界为敌。 其实林俊杰投资的这个虚拟货币,当时很多明星都有下场参与,包括周杰伦、陆寒、徐敬雷等,都是抱着一种投机的心态,但是投资有风险。 这句话无论放在哪里都很适用,爆雷之后他们也就赶紧收手了,但是损失还是不小,也幸亏是明星,随随便便拍两部烂剧就能回血。 如果是普通人掉进这个坑里面,那估计永远翻身之日了。 明星生活在聚光灯下,保持着虚假的笑容,维护着自己的人设,一言一行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,其中压力可想而知,自然而然就会想找点刺激的东西玩。 无论是赌博还是玩虚拟货币,但是玩得太多了,就很有可能把自己套进去,张继科已经是前车之箭。 虽说有钱人的快乐我们想象不到,这帮明星平时喜欢玩什么? 咱们普通人也不得而知,但希望他们还是将自己龌龊不堪的一面掩藏得好一点。 毕竟作为公众人物,有那么多无脑粉丝追捧,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引得粉丝崇拜模仿,甚至明知是法律的底线,也有去试探一下。 最终掉进无尽深渊,粉丝可不是明星,没有金钱作为垫脚石柱立你往上爬。 但是很快,林俊杰也发文回应了此事,他并没有提到自己炒房亏本一事,而是调侃听说最近很多人想帮我理财,还晒出了自己的钱包。 想帮林俊杰理财的人肯定有一大把,不过大家也不用为亏了钱的林俊杰心疼,毕竟他可是圈内有名的富豪,仔细扒一扒他的资产就会发现。 亏得这点钱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。 林俊杰是圈内出了名的富二代,有消息称他出身新加坡豪门,家世背景相当雄厚,一直被调侃不努力唱歌,就要被迫回家继承家业。 不过,真实情况和网上所传还是有出入的,此前网上传言林俊杰的爷爷是开航运公司的,爸爸是新加坡最大的电信公司股东之一,妈妈则是石油公司亚太地区的负责人,哥哥是瑞士银行亚太地区的副总裁,一架子都是精英。 不过,林俊杰的真实家境并没有这么夸张,他的爸爸确实从事电信相关行业,但并不是什么大公司的股东,而是白手起家,也积累了一定的财富。 而林俊杰的妈妈也不是石油公司的负责人,而是开卡拉,OK的,哥哥确实非常优秀,任职于欧洲体系银行,不过不是副总裁,而是总经理,也能称得上是精英。 虽然林俊杰的家境不像网上说的那么夸张,但也绝对算得上是富二代,他曾承认自己家境确实很不错,所以说他即便不唱歌,也能当个潇洒的富二代公子哥。 不过,家人给林俊杰最宝贵的财富不是金钱资产,而是阅历知识和投资理财的观念,这些都是爸爸传授给他的,对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。 作为亚洲天王,影响力巨大的顶级歌手,林俊杰即使不靠家里的背景,也已经成为了身家破亿的富好了。 1999年,18岁的林俊杰在一次歌唱比赛中被海蝶唱片看中,当时他放弃了学业和海蝶签约,开始了自己的天王成长之路。 他在海蝶唱片十年,这十年可以说是他的黄金期,见证了他一步步成为天王巨星,他的演出费用也水涨船高。 2010年,据江苏卫视透露,林俊杰平时一场商演的价格最少就要40万元,如果碰上跨年演唱会,价格更是水涨船高,几乎翻了一番,半个小时的表演,出场费就高达80万元。 要知道,那可是十几年前,这么高的出场费在明星中可以说是顶级了。 2011年,林俊杰与海蝶唱片的合约到期,他也被各大唱片公司争抢,当时有消息称,华纳唱片开出9亿台币,约2亿人民币,吸纳林俊杰。 对于签约金高达2亿的消息,华纳总裁并没有否认。 而且最终,林俊杰也与华纳唱片成功签约。 林俊杰之所以会被这么多唱片公司争抢,甚至华纳总裁都坦言签约金已经高到一个崩溃离谱的状态,还是因为他本身值得,能够为公司创造价值。 据华纳总裁透露,林俊杰一年就能为唱片公司带来3亿台币,约6800万人民币的收入。 再加上他在亚洲各地开演唱会都是常常爆满,又是一笔不菲的收入。 可以说,林俊杰已经是唱片公司的摇钱数了,他本人的收入之高更是可想而知。 至于代言费,2011年他拍摄某饮料广告时,费用就已经高达百万了。 2019年,有台媒透露,林俊杰的身家已经超过了10亿台币,余二,三亿人民币,商演,演唱会,代言,歌曲版权费,每年都有4亿台币,约9000万人民币,入账。 除了歌手这个身份给林俊杰带来的价值之外,他在投资方面也是很有眼光,尤其是房产领域。 他早年曾在台湾购置了一套价值6300万台币,折合人民币约1400万元的豪宅。 没多久,林俊杰就又花一亿台币,约2300万人民币,在台湾内湖区购入了一套豪宅,无论是环境还是位置都是一等一的好。 2019年,他又在内湖区购置了名流齐聚的某豪宅,根据内部资料登记,该户豪宅总价值约两亿台币,约4500万人民币,折算下来一瓶就要将近27万人民币。 值得一提示,林俊杰一口气购置了两户,总价高达9000万元,可以说是实打实的豪宅了。 而林俊杰也曾在直播中和大家分享了他的豪宅内景。 宽敞的空间,豪华的装修,似乎是将两户豪宅打通了,连王家尔都忍不住惊叹你家的厕所可能跟我家一样大。 除了购置住宅之外,林俊杰还曾狂砸两亿台币,约9000万人民币,买下了一套办公室,作为他的工作室和服装品牌的总部。 总的算下来,仅仅是在台湾,林俊杰就花了高达两亿元投资房地产,可以称得上是圈内的地产王了。 林俊杰也是非常有生意头脑,他算是最早一批发展副业的明星,早在2008年他就投资5000万人民币,创立了个人潮流服装品牌。 之后更是在上海,武汉等地开了分店,赚得盆满钵满。 这么有投资眼光的林俊杰当然也不会亏待了自己,不仅有豪宅,豪车也少不了。 2011年,30岁的林俊杰在生日之际豪制1600万元购入法牟利跑车,算是在儿立之年送给自己的一份礼物。 而早在2010年,他就已经狂砸700万元购买了某笛豪车,他对豪车可以说是情有独钟,认为车子代表一个男人的成就和品位,所以也特别舍得花钱。 林俊杰在华语乐坛的地位无用置疑,他能积累如此雄厚的财富大家也并不意外,别看他这次炒房好像亏了不少,这钱对他来说只是洒洒水,被不少网友调侃是买菜钱。 比起林俊杰亏了多少钱,大家更在意的是他什么时候开巡演赚钱,既然亏了钱,那巡演就早点开起来吧。 小鱼已经非常期待了。